Asaki Super Dry清香版 Asaki Dry Crystal清烈啤酒 3D新革命 低糖 低热量 低酒精 Super Dry 畅快不变 清烈多一点 乐趣多一点 轻松享受 无需妥协 一起迎接啤酒清世代 即日起至6月30日 购买Asaki Dry Crystal清烈啤酒 登陆发票即可抽东京来回机票 禁止酒驾 会满18岁禁止饮酒 第一位是兄弟相的巴比诺 1995年的3月31号 第二位是兄弟相的克力士 1995年9月8号都是同一年 威能帝的这项记录跟他们两位 整整隔了29年 隔了非常久 大家好 欢迎收听 元氏物语第154集 预计上架日期是2024年的5月28号 元氏物语是热天桃园穷米像 非官方Podcast每集我们所聊到的主题 还有达字上的时间轴 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那你在刚刚听到这个直笛版的廖建復应援 就是在上周 上礼拜六5月25号的其中一段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就如同我上一集的节目讲 我觉得响乐趴是一个 嗯 算这几年 我觉得球团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尝试了 然后我也很开心 他居然今年有去办 因为去年感觉就票房普普 那老实说今年票房也是普普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不一样氛围 而且在 当然你说在上周 就是台北洞 就是台北大巨蛋有那个 汉江中学的演唱会 然后在台南有 绿色坦克高国庆的隐退室 也都是 跟另外两地比起来 响乐趴好像 就光环被掩盖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主题 那也希望明年可以续办 那不过还是回来我们这个球队的近况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上周 应该说上上周的时候 这个前统医师的黄永川 他因为球队纪律的关系 那被统医师除名 然后这后面也引发了 就是大家对于年轻选手 然后怎么样去运用他们的签约金 怎么样去做他们的财务管理的一些讨论 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说一个20岁的年轻人 然后你从小到大 可能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然后你突然从天而降 也不能说从天而降 因为毕竟你也是在高中 国庄高中都很努力的 让自己的球技被看见 但是毕竟那一笔千月金 就是有点从天而降 突然胖一身很大 就一笔钱 我觉得应该说大部分的人 可能对这个钱怎么用 应该都会有点不知所措吧 然后再想说 如果20岁也拿到了500万 我可能 或许我可能不会像黄泳船一样 就是花到负债 但是maybe我可能还是会 一开始会拿一小笔出来 汇霍一下吧 那在黄泳船事件之后 其实记者也都访问很多选手 关于他们怎么运用签约金的一些想法 那他当然也有这个访问到 就是我们在这一集的前奏 就是我们队的上的廖建夫 那我自己印象中 因为台湾队曾经有一段时间 都很喜欢拍球银的一天 然后在廖建夫那一集 我印象中在影片里面 就是他们家的环境 应该不能说算是那种很优渥的家庭 可能就是父母还是需要努力赚钱的家庭 那在上周的受访里面 廖建夫对记者的访问 他的回答就是说 当他要领到签约金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给家人 那他这次 应该说他的这个签约金 总共分了大概两三次领完 这笔钱呢就是拿来买房子 然后当然555万也没办法 一次买到一间房子 所以当然还是有后续的房贷 那现在房贷也是要先付 阿富他持续在付 那他说到理财 他分享的观念就是说 他一进职棒之后 学长就有讲 那么多钱不要一下子就花掉 球队呢也有安排春训上理财客 那他现在的方式是买保险 有定额定存 其实我是觉得 一样都是高中生 当然 我不管从17年看他进 淘宾队到现在 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 虽然年纪偏 还是到现在还是算偏年轻的选手 但是他的想法一直都非常成熟 事情一步一步来啦 然后面对一些记者 有时候也应该说不是这件事情 就是有时候记者会问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场面上比如说赛号MVP 然后主持人会cue一些桥段 那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都非常的成熟 20岁能这样不容易哦 那就如同我亲们讲 我要是20岁我可能没办法像他这么的沉稳啦 但是只是说对于职棒球员来讲 他年纪轻轻的就遇到这些积运 那他就可能还是真的有必须要有一些智慧去处理哦 那包括说像职棒选手 或者说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一些其他运动 比如说F1或者是打网球 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很年轻很年轻 就开始日夜奔波 然后可能就 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赢了奖金 就已经不是我们这种上班族可以去想象的 这么年轻就可以拿到那么大吧 一大笔奖金 那他们怎么运用 那当然你也是看到有些球星就是领了很多钱 还是把自己搞到破产 但是有一些也会把它运用得很好哦 那接下来续聊球员的近况 我们在4月中 4月初4月上旬 4月上旬我们的林立呢 在陈青湖的比赛 因为被这个不规则反弹的球打到头 然后导致脑震荡 休息了好一阵子 那前几周我们在做商兵名单的一些更新 他也一直在里面 然后他那个时候状况也是10号时外 不过呢就在上周 终于被扣上一军 也就在5月26号这一天的比赛呢 他被扣上一军 而且有下场 而且是先发二雷手 那他在这一次的 回来的表现相当的好 四肢二 一次的三阵 但是也有一次的到底成功 那我觉得导振荡总是会让大家比较担心 那如果说5月26号这天的状况OK 然后之后持续的状况也OK的话 这当然对球队的战力会有很大帮助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这支球队虽然以前都被叫做暴力员 但是今年的打击表现呢 完全背不起这三个字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简单聊一下 就是我们家今年的closer陈伯豪 那陈伯豪 他在这个祭出扛下closer的表现 虽然说让大家非常惊艳 但是他在等于是5月中上旬之后 开始就让大家都觉得他投的比较辛苦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5月总共出赛了12345678 出赛了8场 从5月2号到上周日5月26号 但是呢整个5月的出赛 对啦 当然节目上线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出赛 我是先讲说 从5月2号到26号这其中的8场出赛 那在前两场出赛还OK 就是都是closer 所以都只投一局 5月2号13球 然后5月4号这一天 这一天就是在台南复古日 就是我在上上周 我有跟大家讲进场性的这一天 这一天应该是他 今年登板表现最好的一次 一局只丢了5颗球 就解决3个打者 但是自从那一场之后 他的每一次的出赛 在后面出赛的6场呢 这个每一次都让大家看得非常的 胆战心惊 也都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辛苦 从5月10号到5月26号 这6场出赛里面 当然这6场呢 每一场都只投一局 那么这6场里面 这6局里面呢 用球数最少的是 5月14号的19颗 然后用球数最多的是 5月19号的33颗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6场里面 有5场用球数都超过20颗 那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比较 让大家可以信赖的closer 通常在上来丢第9局的时候 一般来讲啦 就是15颗上下 吃完这一局 是让大家觉得蛮有信心 就蛮安心的一个closer 但是我必须老实说 博浩在5月的出赛 让大家都蛮担心的 反正基本上上来 就是会让大家有点 真的是有点担心啦 那你说丢了那么多颗球 用球数那么高 但老实说 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安打 这6场比赛里面 只有5月26号这一天的 这场比赛呢 他被敲了两支安打 所以其实其他几场 从5月10 我们讲就是从5月10号到20号 在6场比赛呢 5月10号没有被敲安打 5月14号也没有被敲安打 5月22号也没有被敲安打 6场比赛里面有3场比赛 是没有被对手敲安打的 但为什么他的用球数这么多 是因为 他这6场比赛里面 每一次出赛 都有4坏球 那在5月26号这一天 被敲了两支安打的比赛里面 是他这6场比赛里面 4坏球丢最少的 只有丢一个 只有丢一次的4坏球 那其他几场 5月10号 5月11号 5月14号 5月19号 跟5月22号 这5场比赛 也就是这5局的比赛呢 每一局都会丢两个4坏球 所以说 你看他 当然是能守下来 但是他的Lash IP值就 相对来讲非常高 所以在5月11号 5月19号 跟5月26号 这三天的比赛 也都有自责分出来 那体感上 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 就觉得 博豪他拿到两好球的 几率算高 但是第三颗好球 通常都是丢不出来 要么就是 赢右球可是投的太开 通常都是这样 然后都会从两好球 投到大概两好三坏 或是投到保送 那这个部分 古旧宝宝健二教练在26号比赛赛后是说 博豪自己想太多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想少一点就可以解决啦 那你要说这个部分到底是 这个投手教练许明杰的问题 还是牛鹏教练李英杰的问题 这个我也不晓得 总之最后是 古旧宝健二总教练要抗啦 但是 稍微球迷还是希望 这个部分可以赶快解决啦 然后第一个part的 最后一个部分还是简单 快速过一下拉丁 我们今年Rocket 10 Girls有四位成员 那邱爱跟芝芝在开季没有多久 就已经上场了 最早上场是芝芝 因为他有拉队经历嘛 之前在Dragon Beauty 虽然中间空了两年吧 那邱爱是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上来 我老实说大家是有质疑的 那这个部分只能靠他自己 赶快进入状况 那还有另外两位 因为有篮球的 篮球拉队的身份 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么快过来 那Dora呢 在5月25号终于迎来他的初登板 你要说他那天的表现好不好 我必须说 当然你不能用一个 已经跳 在这边跳满一年的标准去要求 任何一个 拉拉队不管是新加入Rockland Girls 或是说之前在别队跳过 那一开始过来 绝对都会有在 会有一些失误啦 那这个部分也就希望他尽快的克服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Mika 应该是还没有上场过 那应该 可能也没有太久就会看到 接下来进入上周的比赛回顾 上周呢我们本来应该要打五场比赛 两场在新庄 三场在我们自家乐天桃园主场 但是在5月21号这一天在新庄的比赛 英语延赛 那延到什么时候好像还没有公布 其实这一天的天气啊 我觉得硬要打是可以打 就是延后可以打 那以那一天我印象中的天气状况 大概延后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打 应该是打得完啊 那如果说是7点半打 以今年中止的速度往后推三个小时 就是10点半左右打完 那如果是8点打就大概11点打完 那你说很晚吗 其实前几年大家节奏很慢的时候 常常都是超过这个时候才打完啊 那我觉得可能2020年之后 节奏变快之后 大家变得比较早睡吧 所以直接就早早宣布延赛 那隔天5月22号 一样在形容面对富邦和强 那最终我们是4比3赢球 那这一天呢 我们的先范图是巴威斯 其实老实说巴威斯在这一天 他还是有这个用球数过多的毛病 但是就赢球啦 那这一天这场的比赛 其实双方一直在拉距 一局上打完的时候 我们是先得分 然后我们是1比0 但二局打完的时候 那个汉江就追平变1比1 三局打完的时候 他们超前 就是双方比数变1比2 我们反而落后1分 那到了4局上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一连安打 3比2 我们在超前1分 4局下 他们又追平变3比3 那整个定调是在5局上的时候呢 小花灵振华 他上壘 而且他靠着对方失误到了得点圈 然后再靠着诸葛的平飞安打 打进我们的超前分 那最终就是这样子赢球 那这场比赛的一个记录就是 身上一军的外野手中玉成呢 在7局上面对汉江的后援投手李东铭呢 敲出了他的中职生涯守安 这边恭喜他 好那在休息一天之后啊 就是上周五六至三天 回到我们家主场 面对来访的卫全龙呢 在5月24日礼拜的这一天 我们呢 输球了 龙队以5比4 1分之刹击败 我们家热天桃园 这一场比赛打了三个小时 0一分 票房其实不错 7182人 好那整个战况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落后 就落后4分 但是我们在5局下一次贯4分 靠着小胖跟猪哥的安打上蕾 然后阿富敲出了3分炮 先把比分从4比0变成4比3 然后昂坤呢 再敲一支阳春炮 把比分直接扳平变成4比4 但是在6局上的时候 龙队靠着吴东龙 很久没有上来一军的 吴东龙敲出了自身安打 他们最终就是这样子一分赢球 每月斗内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赞助254 台湾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跟543周会坦的 赞助计划已经在 折折木制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折木制上选择 您所喜爱的方案 不同方案在不同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哦 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 5月25、26这两天呢 一样面对卫权龙 这两天是我们的响乐趴 就是一个音乐演奏的主题趴 在5月25号这一天呢 卫权龙0比4 4分之差被我们家玩风 2小时41分钟的比赛 9106人见证寿星威能帝本季的玩头玩风胜哦 101球只被敲出5只安打投出了6次的三阵 那他也是这一天的MVP 哦那我们的进攻哦 我们第一分是从三局下开始就是 就是榜的彭倩廷安打 然后马杰森牺牲短打推荐累包 那陈威呢 右外野方向的安打串联 把这个榜的送回来 在七局下的时候 再靠着陈威的安打 然后林振华的牺牲触几 还有阿富的安打 再送回第二分 八局下的时候呢 就是小胖跟阿金的串联安打 然后安棍的牺牲短打 他把这个三壘的蔡战宇强迫取分 然后跑回来 这一场我在现场 我觉得这一个跑真的是蛮精彩的 进场新的等一下再讲 然后在后面呢 榜的在天安打 然后马杰森在短打 反正就是在继续的进攻 那最终我们就是四分之差 我们赢球 那威能帝这一天的生日 玩头玩丰盛呢 是终止史上的第三位 第一位呢 是兄弟相的巴比诺 1995年的3月31号 第二位是兄弟相的克力士 1995年9月8号都是同一年 那巴比诺就是一个脾气很火爆 他有因为在台湾投得很好 所以去日本 然后克力士呢 属成快枪侠 那威能帝的这项记录呢 跟他们两位呢 整整隔了29年 隔了非常非常久 而且威能帝也因为这一天拿到了MVP 所以他是终止史上第15位在生日当天拿到MVP的先发投手 上周日最后一场呢 就是跟卫权龙的三连战最后一场 那最终呢 卫权龙4比5 一分之差 赛给我们家热天桃园 那这一天一样是享乐怕 两小时55分钟的比赛 7055人观战 这个7055的人数比礼拜五还要少 好那回到比赛本身 其实龙队他们是先得分 在四局上的时候 靠着刘基红的四外球 还有Giri Gira的两分炮 他们2比0先 那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呢 靠着明湾的安打追了一分回来 然后六局再靠着阿力的安打 加上诸葛的两分炮 把比分超前 接下来就是阿富阿盈 跟敏丸的安打串联 就再得一分 那卫权龙在八局上的时候 靠着刘基红的二代安打先追一分 九局上的时候 靠着黄博豪的高飞先打再追一分 那其实九局这个就是 大家看得很紧张 因为他们虽然是一分之差输掉 但最后其实是满累的惨累 那不过说虽然是一分之差惊险的赢球 但是先要逃走马赛龙呢 蒙神奈他其实表现蛮好 先把七局107球 66个好球里面被敲出三战打 包括Giri Gira的两分炮 五次的三振 不过四坏也是有点多 四次的四坏球 两分的自责分 他拿到这一场的MVP 也是拿到他在中值的五连胜 那截至上周比赛打完 目前的战绩 当然排头就还是同一师 26胜13败 胜率6成67 虽然说他们在五月的后半段 就比较挣扎一点 但是老实说 因为四月打太好了 所以跟我们还是有点差距 那第二到第五名之间呢 就还是一样一团扭打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稍微有拉开一点点 但其实也不多啦 我们在上周曾经有调到第五名过 但是在上周打完之后又变成第三名 我们现在是18胜18败 刚好五成胜率 距离第一名的统一师 有六场半的胜差 那在六队的头打的团队成绩相比 我们在上周的OPS Plus是103.4 是六队里面第二名 那上周打最好是中信兄弟的127.7 那团队的投手战力 EI Plus我们在上周是 一样是六队第二名 138.9 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还是六队的第二名 上周的投手战力表现最好的是 富邦和降 173.7 这是非常夸张的数字 那回来自己跟自己比较的部分呢 最近两周的OPS Plus 上上周是96 上一周是103.4 有点增加啦 那打击三围的部分呢 上壘率这个小幅的跌落 从3x28掉到3x19 长打率有点进步 从3x47进步到3x8 那打击率呢 也稍微有点进步 从2x78进步到2x95 那以个人来看的话呢 我们用四场比赛8个PA做基准 那OPS Plus上周打最好 其实昂坤264 他刚好8个PA 再来是小胖林宏玉的211.1 然后阿富的127.1 那邦恩那支打了8个PA 那他这8个PA表现也不错 119 然后这个林振华呢 再16个PA 110.2 那其他的就OPS Plus都没有到100 那如果说你要细看他们实际的表现 那昂坤之所以会在上周 OPS Plus表现那么好 因为他有一发全雷打 还有另外的两支安打 那上周打全雷打除了昂坤之外 还有诸葛跟阿富 至于在二雷安打的部分呢 则有阿盈跟马杰森各一支 至于在投手的部分呢 四位先发投手 这个表现有点两极化 那巴威斯跟马赛罗呢 当然表现非常好 马赛罗投了7局 巴威斯当然是玩头玩丰盛 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另外两位呢 就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先讲克一 那克一在上周投了 五右三分之二局 就用掉了92颗球 被敲出八支安打 里面包括两支的二两打 那他比较大的问题 是有四次的保送 还有一次的这个出身球 那如果你要以他这一场的 这个被急球的分布表现来看 他有10%的被急球是平飞球 我觉得这个就是 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你平飞球一多就很容易被理所当然的打安打出来 那我们看另外一位就是上周也投的比较挣扎的霸威斯 那他投了五局 他用球说更可怕 113球 那一样被敲了八支安打 但是这八支安打里面只有一支二两打 就只有一支长打 那事实上他的保送跟畜生也很少 我更正一下刚刚克一 克一是投了四次的保送 然后一次的故意四坏球 那霸威斯在上周的比赛 只有一次的保送跟一个畜生球 但是如果你细看他的每个打席的投球内容 他基本上就是 他有点类似陈伯好 就是他拿不出第三个好球 也就是说他抢到两颗好球之后 两颗好球之后呢就一直 要把就坏球 要把就是一直被打 就坏球 就算你球位再高 但是被这样子消耗 你拿不出你的绝杀球 当然你也就投不场 所以这也导致 就是看他的比赛会很累 其实霸威斯会让我想到 前几年一个中心兄弟的投手 叫做 那个 米兰达 Ariel米兰达 那米兰达也是一个 很容易把自己 搞到用球数很多人 但是他跟霸威斯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在用掉很多球之后 他会把打者解决掉 而且还蛮长三阵 但是霸威斯并不是这样子的投手啊 好那回来我们这个后援投手的部分呢 后援投手的部分 我们都是看WCIP值 那在上周的比赛 后援投手 WCIP值在1.5以下的 只有三个人 一个叫做 苏俊章上周丢了一局 孟伟臣上周丢了一局 庄星叶上周丢了一又三分之一局 那前面两位呢 就是各一局就只有各让一位打者上雷 那庄星叶呢 让他的WCIP值是1.5 那其他就都超过 那我们一直很在意的撑波好 很关心的撑波好呢 呃 他在上周的WCIP值高达2.5 所以就会有你看到我的 很辛苦的状况 你要问我有什么解法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我会很担心 他有没有办法撑完这一季的closer 好那最后是本周赛程 本周无偿比赛通通都在客场 那其中5月28、29 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呢 去台南面对同医师 5月31、6月1号、6月2号 这三天去陈青湖面对台岗雄鹰 在讲一下进场心得之前 简单讲一下就是 5月26号的礼拜天的比赛 那这一天我就没有进场 那大家都知道 三场的比赛其实都 至少在台北洞跟在投人 这两场比赛都蛮刺激的啦 最后都是满壘的残壘结束 那都是这个主场球队赢球 我们这边就是小鸡剧场 很辛苦很惊险的守下来 那台北洞那边就是这个 富兰哥在满壘的时候 这个速球连发狂飙 三阵调的魔鹰 那个打击也很好看 那台南就是这个 台南主要重点就是高国庆的隐退嘛 那这个隐退的仪式 我觉得台南就是这场比赛很辛苦 因为5点的比赛一直搞到8点才开打 那想说 如果台北洞的比赛 在礼拜天可以2点打 那就等于说5月26号这一天 从2点一路到半夜 你都有棒球相关的这个比赛跟仪式可以看 但是总之就是台北洞打完的时候 那台南才正要开始打 然后台南打完比赛 那后面高国庆的隐退式结束 就已经过半夜了 那隐退式很长 所以我在录这一集的时候也还没有看完 那我只能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完全都没有看到他的隐退式的话 你在看之前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同一师在办隐退式 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 都是非常非常用心 然后非常非常出动人心 好那回来5月25号礼拜六 这一天的祥月趴第一天的比赛 那祥月趴的特点就是赛前 赛前跟赛后都会有音乐演奏 五局结束的时候就不一定 因为像5月25号这一天是没有 但是隔天5月26号的五局中场呢 是弦乐版的桃源南俄 这是非常非常动听 然后祥月趴一个特点就是进场之后 都进场都会发给你一个节目单 就跟我们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参加一些音乐会 去听一些音乐演奏的话 就是他都会给你一张简单的节目单 但是如果说像你要去比较完整的曲目介绍 跟这个演奏家介绍的话 那个完整的节目单 那一本那个是要花钱买的 那当然我们球场上就是大家简单就好 那就会一个很简单的节目单告诉你说 这一天会有谁 然后会演出什么曲目 但是在比赛本身 我现在要先讲就是 我们家场地在季幕不是做大整修 因此迪列回到主场吗 那这一天的现场观察在右外野的草地 有一块草晃不是很好 这个我不晓得说已经整个排水重弄 而且又草是重新种了之后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球场这边可能要需要多注意 那比赛本身呢就是在前段蛮有拉锯 应该说应该说有领先 但是分差没有很多 所以大家是有点担心有点紧张 但是这一天 威能帝的表现本身是大杀四方 但是龙队的武夺其实也还不错 他就是一直维持他的节奏 然后去控制好他的局面 那当然我们最后就是有进账得分 那我要讲一下蔡振宇的那个强迫曲分 那一个打棋是昂棍点出去 然后他点往一垒 那南某一样接到球之后 其实南某传球本也传蛮快 但是就来不及 那蔡振宇我知道大家一直对他蛮有意见的 因为他毕竟就是充足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 为什么要带他上一军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蛮功能性的选手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期望他可以 稳定先发 但是在需要的时候 他是可以做出他的贡献 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他对左打者的打击率是蛮高的 像前几年啊 如果说我们对上德宝拉 那时候龙猫总教练就蛮常把蔡振宇排上来先发 那他在生涯到目前为止 他面对右头手的打击率只有一成一五 但是他面对左头手的打击率有四成三二 那如果不是派他面对左头手专五 那就是派他上来带跑 你看他这个身高不高 但是速度蛮快哦 所以基本上你让他上来带跑 大概就知道要派他倒雷 那在这一天的比赛 你可以心里可以期待就是要派他上来 就是进行累奸破坏者的这个角色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强迫球员充分也真的真的非常快 在现场看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看球都要看头打对决嘛 然后就看到昂关点了一个球 然后其实拿帽动作真的也蛮快 但是一个电光池我突然就发现蔡振宇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 冲进本磊然后用头部滑磊的方式得分 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选手就看他的定位 然后教理怎么样去用他啦 那也因为赢球所以这个赛后大家很开心嘛 那威德迪拿到了MVP 然后他也被泼了水 然后在送球之后就是主场的胜利烟火 在烟火之后就是这个响乐派的演奏会 赛前其实钢琴家卢逸之已经演奏过两首 那在赛后呢就是在这个西区三内侧 康尼妹的电子小提琴四首乐曲 然后再来是东区的长笛姐姐的长笛也是四首乐曲 那最后就是在场中央 就是卢逸之跟我们的这个Lockerland Girls的子亭 这一首叫做插尔达斯 那如果说你要在YouTube上搜寻你打中文的插尔达斯 然后你打开YouTube然后搜寻CZARDAS 然后后面加个raychain 你就可以听到我讲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很快速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曲子是什么东西 那这一首曲子其实是 匈牙利的作曲家 Bittonio Monty在1904年所写的一首小提琴的演奏曲 那其实应该是for小提琴曼同年跟钢琴 那1904年听起来好像很老 但是跟大家讲一下1904年时候 其实已经有芝加哥小熊了 不过他后来这首曲子也被改变成很多种乐器的版本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插尔达斯 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听到的是 温金龙的二胡版 然后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我刚刚讲的raychain 他其实叫做中文名叫成瑞 他其实就是在台湾出生的小提琴家 可是他不到一岁就去澳洲了 所以你就把他想象成类似Cobin Carroll的那种角色 总之就一句话我觉得是个不错的主题字 希望明年续办 那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进场 以上就是本集的原始物语 感谢大家收听到我们后期空中再唱的小会 拜拜